大家好,今天咱们谈一下摩根大通的事情 8月6日摩根大通宣布 中国证监会已对摩根大通证券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摩根大通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受让五家内资股东所持股权 成为摩根大通证券唯一股东的事项准备案 摩根大通宣布获得证监会批准 将其在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有49%增至100% 摩根大通成为首家全资控股中国提划公司的外资银行 摩根大通是债券和股票领域首屈一指的常销商 在跨境并购领域也占据领先地位 摩根大通相信在中国拥有全资证券业务 将帮助公司加速并深化与客户的交流 帮助他们扩展和壮大业务 摩根大通的全球股票研究团队提供关于450多家中国上市企业的动建 帮助全球投资者更加透彻地了解这些蓬勃发展的本季投资机会 除此之外 摩根大通还将通过旗下全球最大的市场业务 继续投资公司在国内的交易系统和平台 帮助客户更好的投资于中国的金融市场 摩根大通集团是主要的商业银行 总部在美国纽约总资产2.5万亿美元 总存款高达1.5万亿美元 占美国存款总额的25% 分行6000多家是美国最大金融服务机构之一 2020年7月福布斯2020全球品牌价值100强 发布摩根大通排名第45位 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梁志文表示 从1921年在中国开设第一家分行开始 摩根大通已经扎根中国100周年 我们正在积极布局致力于确保公司能继续在中国实现长足的发展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摩根大通在中国开启下一个百年之际 实现了在华业务的全面布局 这其中包括投资和企业银行 环球企业支付 市场业务 证券服务 商业行为 以及资产管理等各个领域 今天宣布的这一重要里程碑 让我们离公司的远景更近了一步 我们期待着在中国打造更加全面的业务实力 以进入下一个振奋人心的增长阶段 目前摩根大通已初步完成了期货证券公司的全资控股 而摩根大通还计划实现其在华基金公司的全资控股 截止8月6日收盘 摩根大通股价为157.5美元 涨幅为2.84% 二十多年前 中国证券业就已向国际市场打开大门 但此前外资券商在我国一直以合资方式开展业务 这次从合资到全资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在合资券商中 外商更多充当战略投资者或财务投资人角色 全资则意味着外资拥有独立的经营权 决策权 人事管理权 真正拥有中国资本市场的入场券 正如摩根大通董事长所言 这是我们在中国这一全球关键市场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对我们的众多客户而言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机会 国外优质券商的进入 必将搅动中国证券行业的一池春水 带来很大的粘余效应 拥有全球视角的外商 在经营理念 商业模式 管理能力等方面 将为中国券商的全球化道路提供更多借鉴 年余带来的竞争挑战 则会倒逼中资券商 加速提升综合实力 优化产品 完善服务实体经济和广大投资者的能力 在今天这个鸡犬之商相闻的地球村 国与五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发紧密 资本市场也不例外 摩根大通仅仅是开始 可以想见后面还有诸多国际金融机构 在门口排队等待 隔绝意味着倒退 开放意味着机会 面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机会 面对中国证券业 扩大开放的高速列车 国际投行们抓紧上车 无疑是聪明的选择 而随着更多粘余的进入 中国证券业也将更快的从小池塘走向大海洋 更快走向常熟 更加值得看好 有人欢喜有人哟 毕竟这么大的金融巨头 来到中国抢占中国金融市场 会不会有风险 应该讲未来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原因有两个 第一点金融资本近来容易出去难 因为最后要走人民银行 第二点反外国制裁法出台 这个其实更加生猛 金融资本如果胆敢在我们中国境内造次 那么就改变规则 关门打狗 望中捉变 中国的人民币如果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意识之地 拿到足够的份额 离不开国际资本的运作 这是大势所趋 我相信中国能够控制这个资本大鳄的邀走 中国需要摩根大通这样的资本进入中国进行投资 同时也需要他们把中国的钱弄出去向外国投资 但作为银行来说 他们玩的就是这些东西 而进出通道的管控则是相当重要的 反外国制裁法就是中国对待外资资本的杀威棒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 再往下走就到了真正的山水区 说白了就是该处理钱的问题了 不是说他们来了就是洪水猛兽 咱们就完蛋了 没有那个事情 游戏才刚刚开始 我们要对中国有信心 其实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 中国实际上是很早就在玩这种游戏了 历史上的春秋战国 霍之列传的话就看得很清楚 大商人们玩到最后 玩的都是钱 玩的都是贸易大宗商品 到了后来汉武帝时代 注币权的统一对于一些大宗商品进行管控 使得商人的地位下降了 欧洲的文艺复兴最后能够走起来 包括佛伦伦萨能够玩起来 都因为他们靠近海边 大宗贸易需要使用钱来进行交易 那个地方的货币发展起来了 包括所谓的罗斯查尔德家族 这个家族的兴起 他实际上也是因为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 也就是德国的内部不是很统一 所以当时大量的势力需要雇佣一个犹太人 做他们的育肉商人 现在美国正在玩的金融 依靠的还是这些大商人 这些大资本家就是会玩钱 不能因为这些人特别会玩钱 钱生钱就把这些金融产业取消掉 那么实体也会受到冲击 毕竟实体经济最大的短板和问题 就是由于剥削剩余价值导致的产品过剩问题 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本是最后能够驾驭这匹野马的将生 资本可以把小场地变成大场地 小池塘变成大的海洋 从而能够容纳下更多的金融资本 使得产品的价值提升 最终帮助实体产业度过飞机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只有美国人会玩金融 这套金融游戏背后要有配套的东西 要有完整的游戏规则 而这基于强大的军事实力 超级的话语霸权做支撑 而对于逐渐赶上美国的中国而言 这一刻终将到来 为此我们要做好让人家赚钱的准备 同时成立我们的大型交易中心 别怕外国的商人从你这里赚钱 想想那时候的大英帝国搞自由贸易 害怕别人来探讨交易吗 都不怕 所以英国才能成功 现在的美国也是如此 只有这样 中国的资本才能输出到国外 才能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 这是件好事 别想歪了 当然这里面不能说完全没有风险 但是不冒风险也没有成功的机会 做商议 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 管控风险才是这个国家能力的体现 华尔街这些资本家 他们可不管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 白宫拿意识形态来威胁美国企业 但是美国的华尔街这帮人可不吃这一套 该投资还投资 毕竟利益高于一切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华尔街的大亨们早就垂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了 尤其是新冠疫情的爆发 让美国本就脆弱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 金融资本们实在找不到太多可以投钱的地方了 换换环境是大势所趋 很多人宣扬中美博弈中美竞争 中国没有必要针对美国 世界那么大 有的是地方 比如亚非拉 中国要做好自己 把自己该做的做好了 自然而然 美国就会打消对中国固理 愿意和中国合作 那么中美双方就不可能脱钩 中国只要自己内部补出问题 美国想跟中国经济上脱钩 是不现实的 毕竟资本家根本不会答应 总的来说中美这十年有摩擦 有竞争 但最终还是一定会合作的 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在不断的按照自己的模式 决体 现在中国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 不是我们多优秀同行的衬托 当然我们愿意和一切真心维护世界和平的国家 友好合作 狐狸共赢 我们要有阶级天下的胸怀 奋发图降 指张朝夕 未来将属于崛起的中国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说的还有道理 请加个订阅 点个赞 谢谢大家